你昨天有講講說韓國瑜他不是素 怎麼會講這樣子 他太太那邊也是政治世家 他的岳人是岳帳,他的太太,他太太的弟弟 在雲林當選議員,我看加起來應該超過五十年 所以他自己也當了三任立委,又當過中俄副市長 他怎麼會是素人,他已經是政治世家了,怎麼會是素人 可是他們自己喊是庶民總統 沒有啦,我就是這樣,平常心就好 這個常常是這樣 我說是這樣,不用K標籤 所以每個人,我發現也許真的大家心裡面有點焦慮 自然就好,自然就好 本來以為去年選舉完至少台灣會安靜一陣子 後來發現,從那個十一月二十四號到現在,整個 我看整個台灣也沒有比較安靜 也是每天這樣,每天好像看連續劇 難怪晚上那個call in節目,永遠都有話題可以討論 先餵食鯊魚 先餵食鯊魚 好,等大家都好了 我們等大家都OK再開始 慢慢壓好 昨天接受東森專訪特別提到,叫大陸要學蔣經國慢慢開放 這一句話對對方來說能夠接受嗎?你的雙城會不會去不了? 沒有什麼啊,這我們也是一種 其實我跟你講,我們跟大陸方面還是同文同種 我們也希望說它可以變好啊 其實這樣啦,我覺得 你要比文化大革命 當然大陸還是進步很多嘛 但是這樣嘛,好可以更好 但是我覺得 蔣經國時代那個處理方式 至少台灣很 過程當中還是有些吵吵鬧鬧 不過至少你要比韓國的轉型 哇,那我們還是好多了 所以說這一套講稿是 大陸審核過的嗎?還是 通常去雙城之前都要講一遍嗎? 沒有啦,就是這樣啦 這個是我們個人的想法嘛 就是這樣啦 我覺得那五個互相 我後來最後加一個互相諒解 我實在是用的 真的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就是 我知道他有困難 他也知道我們有困難 這很重要 市長那你的雙城進度 目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是不是最後你沒辦法出席啊? 沒有啦 我們先表達我們願意去嘛 我們也覺得應該 這是城市的交流嘛 那就是這樣啊 對方比你講九二共識你會去嗎? 現在進度到哪裡了? 第一點喔 我又不是國民黨的 所以應該我們的標準不一樣啦 那你的進度在哪裡? 那這個就是 我們還是會跟 這一段大概到 反正 到六月上旬這段時間會開始喬時間嘛 市長你昨天有講說 一個一個來 市長的幕僚 你說哪一個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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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機要子的 機要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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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喔 台北市長沒有辦法負責 每一個公務員 下班時間的私生活 就像中華民國總統沒有辦法負責三十萬名公務員下班的私生活一樣 這個沒辦法 沒辦法去管到那麼多 但是這樣嘛 如果有什麼上班時間跑出去 那時候我們管理不良 有嗎 但是如果下班時間 哇這個要管這個就困難了 像這樣的事情會再做另外的處理嗎? 蛤? 你們會有做什麼樣子的處理? 我想是這樣嘛 我覺得上班時間很困難啦 我們那個現在我上任以後管這麼嚴 我覺得不太容易 那自己下班時間 哇那我就先聲明 下班時間的私生活我管不了 市長你昨天有講說韓國瑜他不是數 怎麼會講這樣子的 他太太那邊也是政治世家什麼的 我記得他太太的 因為我去過他太太家嘛 他孕娘家那邊 我覺得他的月人 月葬嘛 他的太太 他太太的弟弟 在雲林當先議員 我看家賞應該超過50年 所以他自己也當了三任立委 又當過中和副市長 他怎麼會是素人 他已經是政治世家了 怎麼會是素人 可是他們自己喊是庶民總統 沒有啦我就是這樣啦 平常心就好平常心就好 這個常常是這樣啦 我說是這樣啦 不用K標籤嘛 就是所以每個人 我發現喔 也許真的大家心裡面有點焦慮 自然就好自然就好 你為什麼認為他6月1號不需要上凱島 沒有啦我也知道因為郭台銘一選 郭台銘還是這個資源無限大 所以所以 你們這媒體應該都知道吧 這扎下去什麼還是力道很強 所以所以 我覺得這樣 有時候平常心就好 真的平常心 因為大家都沒辦法平常心 都開始焦慮 動作越來越多 所以你覺得他是焦慮了嗎 他在去年的時候有講說 拚政治給台北人拚 他在高雄拚經濟就好 可是他6月1號卻要來凱島 這邊參加試試打 其實喔 我覺得這是很難啦 老實講 算了算了不要平常人家 我覺得是這樣 我是希望大家平常心就好 我本來以為你知道喔 去年那個選舉完 至少台灣會安靜一陣子 後來發現 從那個11月24號到現在 整個 我看整個台灣也沒有比較安靜 也是每天這樣 齁每天好像看連續劇 難怪晚上那call in節目 永遠都有話題可以討論 你對韓國瑜的看法是不是改觀了 你覺得他這樣子的話可以完全 在高雄將軍拚經濟嗎 唉 一天才24小時 很難的 老實講 市長你是不是對韓國瑜的看法已經 徹底改觀了 也不會 也不會啊 差不多就是這樣 可是你以前對他評價蠻高 可是他現在的一個鎖住鎖 好像 沒有啦 沒有 他差不多就太 沒有啦 其實是這樣啦 人在 常常是這樣啦 我後來才發現 台北市真的壓力大很多 意思就是說 我沒用過很多官員 從外縣市調來 發現他到台北都常常會適應不良 所以台北壓力比較大 我的意思是說你知道齁 常常要壓力下去 壓力測試才會看出說他的壓力承受性 韓國瑜的辦公室一次適應 你五年前第一次參選的時候也有所謂老鼠尾事件 你怎麼看確定這件事情 我們那個老鼠尾事件 我想後來法院 都有調查清楚 那個是業界 那個自己 自己要來騙錢 所以那個都處理掉 至於說他 他的那個確定事件 我倒覺得這樣 像這種事情也是一樣 有沒有你就叫警方進來調查 反正他都有標準的 不過我後來發現 我們官署 就是說這種 公家的辦公廳 他好像每年都定期會有那個什麼 那什麼窃廳真狀 還是有一定的標準動作 所以 有時候因為警方還是一條邊 我認為是這樣 有時候有問題就 還是給警方進來調查 有沒有 還是平常心 像我的話就平常心 就這樣 我們定期會檢查什麼 就交給警方去處理就好了 市長優優卡的市佔率好像輸給了一卡通 市長優優卡的市佔率輸給一卡通 議員認為說你之前承諾跳票 不是啦 在哪裡的市佔率 全台灣的 可能嗎 那有可能 我想這個都是一樣 我覺得不太可能 這個就很簡單 請優優卡公佈數字 我剛才是這樣 這種東西都不用回答 用數字來回答 我覺得不太容易 因為台北市的優優卡還是 他還是起跑早 我說那個 那個Market share不容易動搖 市長你該去指韓國瑜抗壓性不服嗎 韓國瑜抗壓性不服嗎